这是我们介绍下多部重演的触发模式 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多部的重演 推上去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触发模式按键前面有四个闪线 我们空谈默认的是外部速度 这个的话就在程序菜单里面可以修改的 我们按程序菜单 就可以看到有速度跟渐变比例两个闪线设置 然后然后下去 AUTO1下去就是AUTO2 就是内部速度的意思 内部速度的话是在那个偏长菜单里面设的 按偏长菜单然后进入程序步 然后就看到每一步都有一个速度跟渐变可以设的 每一步都可以设成不同的时间跟渐变比例 跟AUTO1的区别 就是它是每一步可以单独设 AUTO1的话就是统一每一步都一样的时间设 然后再下去就是音乐 音乐的话就是我们空台上的音乐的输入 然后再下去就是MIDI 就是数字音符 不得进行出发的 fü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